找不到工作快饿死了 这是我去年 今年的话工资只有2500 很多人对2500一个月都没有什么概念 我简单介绍一下底层人的生活 首先我在广州租的这个房子是最最最便宜的 500块钱一个月 在广州500块钱一个月的房子 你能想象一下是有多烂吗 早餐必须吃5块钱以下的 中午呢勉强吃个饭 晚上的话就必须吃泡面 就这样省吃节用下来 我这一个月2500才能勉强的够用 然后我每个月还能攒500块钱 每个月攒500块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一个月只能攒500块钱 意味着一年只能攒6000 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是月入七八千 甚至过万都是很轻松的 但是在我这 你们一个月的工资 却是我辛辛苦苦要攒一年的钱 真的特别羡慕你们 富士康要跑 河南懵了呀 一季度手机出口是爆降了1000万台 直接带崩了河南的外贸 最近全国各省的外贸数据都出来了 河南让人大跌眼镜 因为以前作为外贸大省的 它现在却成了外贸大冤种 一季度外贸进出口 总额1588亿 同比是暴跌了23.4% 那为什么外贸会凉凉 主要就是因为手机出口崩了 今年一季度河南手机出口量 只有664万台 比去年同期是减少了 1024万台暴跌了六成以上 而且是连年下跌 去年一季度已经大跌15.5%了 河南手机出口的崩盘 富士康率不开锅 以前河南外贸大省的身份 主要就是靠富士康称起来的 60%的进出口总额都是来自富士康 当年这个iPhone14系列手机 80%以上 都是在富士康郑州产业原造的 郑州制造的苹果手机 卖到全球 河南的外贸就能一路腾飞 但现在苹果在搞产业转移 疯狂的往印度越南跑 富士康也得跟着往外跑 像去年年初 苹果只有5%到7%的 iPhone手机在印度制造 但去年底已经有14%的iPhone产自印度 按印度预测到 2028年会有四分之一的iPhone 变成印度制造 那苹果都开溜了 最大代工厂 富士康能不跟吗 去年年底 富士康就宣布了 要在印度追加108亿的投资 而这之前呢 还在印度的特伦甘纳邦 投资了36亿建造工厂 在越南也是持续的扩张 当然甭管是我们国家的河南 还是印度跟越南 这都是这个苹果饭呢 但是今年一季五苹果手机 全球销量下滑了9.6% 整体的蛋糕在变小 抢蛋糕的还变多了 何难只能少吃几口啊 你觉得这种苹果依赖症 要怎么治啊 当所有人都以为送外卖 是我们普通打工人 最后的推路的时候 其实连外卖都开始裁员了 以前是外卖满员不招人 现在是外卖裁员单太少 为什么外卖单这么少 你没有发现 现在外卖都太溃了吗 我去现场点一个快餐 可能十几块钱不到 但现在如果我用外卖去点同样的餐 最少20块钱 甚至30块钱 这中间的差价有多大 顾客给的费用高了 但是外卖却说 一单比起以前少挣了 商家就说 这一单也亏钱了 然后外卖平台说 平台每年都在亏神 那我想问 这里面的钱 到底缺了拉面 现在是中午的12点 礼拜天 这是现场了一个商业街的人流 大家看看怎么样 一个人没有 吃喝嫖赌 以蹭为主 花钱是我最大的耻辱 看见了吗 这么多个一商场 没人 卖东西的比买东西的还多 真的就是没人 就这么硬 就是没人 我也打算给商场带带人气 夏天的时候 等天气再热一热 家里需要开空调的时候 我就来这 拍拍视频 炒炒鼓 盯定牌 所以兄弟们 你们也别在家盯盘了 出来 溜达溜达 对不对 你看这机器都空空的 也没人玩 咱们虽然不往里搁钱 但是看看 心里不是也挺舒服的吗 你看 这机器多好 哆啦哀梦 是吧 出来也带动带动人气 心情也好 消费上来了 对咱股市 也是一个反补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所以走出来 走出来 在家还得花电费 对不对 记住我一句话 吃喝嫖毒 一蹭为主 花钱是我最大的耻辱 最近一直忙着旧房地产 但是摩根士大利 对中国房地产板块的看法 从有吸引力下调到了 与大势一致 他们是看空 我们中国的房地产的 为什么呢 他们说你这个已旧坏心 还有这个比较危险的城市 取消限购 很容易引起挂牌量的上升 短期之内 房价下行的压力会增大 所以说呢 这个人家才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态度 这也正常 毕竟我们现在确实还没有逃出危机之中 虽然说这么多政策 但是很多房东已经被吓怕了 这个政策一出赶紧挂牌去了 为什么 因为就想抢跑 就想早点跑 他们已经对 很多房东已经对这个房子 已经不感兴趣了 没有信心了 只想的是多卖出去 有些钱自己去养老或者说存起来 所以说很大摩 开始看空中国的房地产 觉得房地产不可能说这么短时间内会起来 这个呢 就是一个外媒的观点 我们可以想一下 是不是存在会存在这样的可能 最后 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低迷 中国的财政状况也逐渐恶化 高校和科研院所 普遍面临减薪 甚至拖欠工资的困境 个人收入显著减少 河南某大学的钟老师表示 他们的工资已经被拖欠了好几个月 三四个月没有发工资的情况并不少见 他提到 这几年一直都是这样的 资金短缺 已经谈不上什么福利待遇了 为了缓解经费不足的压力 钟老师所在的大学不得不自主创业 经营水果罐头生意已增加收入 他说道 我们还算比较幸运的 学校里面有企业 我负责教学的同时 还要管理企业 生产 销售和教学一起进行 我们的工人 大多是大学生 还有一些教授和讲师 都在这里实习同样在河南某大学的 王老师透露 学校不仅不能按时发工资 还不允许教师向外界透露事情 他提到 以前工资适业出发 现在拖到月底了 比如说三月份的工资 要到三月底才发放 我们需要向财政部门报告 经费是财政拨款的 精神上的压制也很大 大家什么话都不敢说 江苏昆山某研究院的孙先生表示 他们单位也受到很大影响 以前政策补贴金额较多 但现在逐年减少 他指出 有些人的收入下降了10%到20% 但主要是干部的工资在降 因为他们工资高 减少一点影响不大 但是 普通科研人员的工资不能降 降了他们肯定不会干了 孙先生还透露 他们研究院拥有大量高端人才 许多硕士和博士因经费紧张 而无法增加新员工 他补充道 江苏昆山的经济形势非常糟糕 就业问题尤为突出 他说 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 很多工厂要么搬迁 要么倒闭 由于投资计划搁浅 许多老板持观望态度 不愿意出资 我听说 江苏昆山外来人口流失了30万 在中国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 教育和科研领域的财政问题不断加剧 导致教师和科研人员 面临严峻的收入和就业压力 政府和相关部门需要采取有效措施 缓解这些问题 确保教育和科研事业的稳定发展 另外 中国经济持续陷入低迷 资本外流现象加剧 数据显示 4月份 中国国内企业从银行购入外汇的数量 达到了自201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一现象显示出 在人民币疲软和美联储加息的不确定性下 中国经济面临重重阻力 4月份 中国企业从银行购入的大量外汇 反映出出口商推迟将美元对换成人民币 居民也纷纷购买外汇 应对海外旅行需求 专家分析认为 这些现象表明 人们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和对政府政策缺乏信心 美国南卡罗兰纳大学 艾肯商学院的谢田教授指出 他们看到 中国依然在大规模印钞票 甚至通过银行购买债券的方式 增加货币供应 这必然会导致人民币进一步贬值 因此 对于企业和个人来说 最好的保值手段 就是将手中的人民币兑换成外汇 对于那些赚取外汇的企业来说 他们选择不将外汇兑换成人民币 而是持有外汇 4月份中国银行业 竟售出了367亿美元的外汇 创下了自2016年12月以来的最高纪录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们的话 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 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 并且悶oney